各位网友大家好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呢 是昆明统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嘉雄 陈先生您好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们知道就是云南的鲜花 鲜切花是占整个大陆市场 70%到80%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 那您觉得就是对云南的这个 花卉产业发展情况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因为云南将来要走的路就是说 要走那个高档还有专金的这种产品 我们希望将来未来 就是以这个高品质的东西来发展 那我们刚看到就是在那个产品展览区 也有你们带来的这些花卉是吧 主要是一些什么品种呢 我们这些品种都是蝴蝶蓝 蝴蝶蓝其实就是台湾的这个 很重要的一个出口产品 我们就跟世界各地做了很多焦虑 那在这个焦虑当中 我们也有很多集合全世界的品种来做鲜花 然后有一部分就在我们昆明 您对于这个与云南的项目合作方面 比如今天来参加这个云台会 有什么样新的设想 其实我是在想 希望政府在这边打造一个就是说 一个就是花卉的海洋 其实云南的天气是得天独厚 尤其就是说这里的温差大 那个紫外线强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政府能够做好这一种 比如说竹草隐红 就是说把一些比较好的温室高级设施 全部弄好之后 让所有有志一同来这里发展的人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去处 我也希望就是说我们业界 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来跟我研究 然后我们再一起跟政府来探讨 大家怎么运作 欢迎各位一起来发展这样 好的好的谢谢 谢谢